我们现在来划船 两个小时是30刀 四个小时45刀 这里划过去 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景 爸不要去看一下 就陪他去看一下吧 我们这里下船 45分钟才能到我们的目的地 赛翔伙认真给我们讲解路线 我们现在出发了 好吓人 真的 真的 他俩一点不害怕 我快吓死了 真把孔高 我孔水 我们也到河的中央了 他们划多远 一会就翻了 我们可浅了 天哪一群笨蛋 一会撞书了 撞两树书了 好吓人啊 蛮好的 对 虽然好奇怪 哎呦 这红了人家跟比赛的一样 你看人家一人一个单板 这个很快就赶上我们的了 哇塞我们快到目的地了 哇这里的水就变轻了 就跟刚才不一样了 跟悬浮在上面一样 好漂亮啊 看这水 哇这个山是这样的 这有人租的游艇 还能钓鱼 哇这里好多人啊 为什么来这里 看一下水就是到了 刚才是绿的 现在这个水是蓝的 清澈见底 那一圈就是这样子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个岸 可以让我们下来的岸 他们这种是平板 更我害怕 我这种好歹是个船 欧美人的体质 下去游泳也不怕冷 我们亚洲人体质不行 下去了冰骨头 这个水太凉了 不让蹲蹲下去 就让它玩一下水就好了 下去我们就划船 就跑了 不管你了 这就是一个山窝窝 你看这个妈妈多厉害 这个妈妈带了两个宝宝 前面一个好小 而且人家不是这种船 人家是平板 开游艇的 你看这小孩一人一个 你看那小孩 哇 有挺还是挺 好玩的 最好带上冰镇的西瓜 然后坐在船上可以吃西瓜 水草打捞员啊 水草打捞员啊 用这脑袋晃 你看这个人多爽 搭了一个顺风车 看一眼小孩 最多八九岁 十来岁 哇 这里边好多鱼啊 在这里游泳好舒服 记得点赞关注哦 好